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科比 突然间说了一个这个消息 他说呢 以色列明确的表示 他们不要外国的部队 进到他们的国土 他们要靠自己执行 他们的军事行动 他们也有权这么做 于是呢他就说 美军无计划投入地面作战 其实我想也知道啦 美军本来就没有想投入了 但为什么要特别的强调呢 还有包含刚刚帅将军提到的 就在这些很多消息 很多传闻当中 又出现了这个 大纪元的时报里面的 闫丽梦博士 当然以他以前的发言 包含了在COVID-19的时候 他很多发言其实都是 蛮针对中国 而且对中国都是不好的 他说啊 这次哈马斯袭击的指挥官大夫 曾经在中国的石家庄 军械工程指挥学院学习 然后他还提到说 哈马斯与中共有一定的联系 甚至能够直接与 习近平办公室通话 大家看清楚 我们旁边有盖了章 造谣带风向吗 还是他根本就是乱说一通 闫丽梦这个人我先介绍一下 他的博士学位是在广东省一个 二流的学校 叫南方医科大学毕业的 他念的是眼科 然后他嫁给一个美国的犹太人 然后他在香港参加法轮功运动 所以这样一个出身背景就很清楚了 然后他在COVID-19时间的时候 他发表了很多论文 要来证明说COVID-19的病毒 是解放军的医疗实验室 所制造出来的 然后他的论文 在美国的所有的学术刊物里面 每个人都觉得水平不够 不刊登 只有他刊登在哪里 刊登在那个郭文贵 跟Benno的网站上面 然后这个我们就来看看 就很多人媒体的 就拿了这些文章 就问哥伦比亚大学 病毒学专家 叫做Angela Rasmussen 这个人非常有名 他说基本上这些论文研究 都是推测的 而且是虚构的 虚构的 那一个专家讲也不算 第二个专家 华盛顿大学的生物学教授 那个Carl Bergerström 他说 他那个论文 不是在学术机构里面 这个刊登的 他是在一个政治团体里面 刊登的 那这个还有呢 很多人对他的这个 学术的品质评价不高 然后这个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这个Angela 刚才我们讲的Rasmussen里面 他特别讲 他说这个 闫丽梦的研究水准 荒谬毫无根据 伪装成科学证据 但实际上是彻尾的说法 所以他是不是只是 又出来蹭这个尾巴 对 的新闻 他就是法轮功推得出来的东西 所以人家对他的研究成果 评价不高很低 不过在那一个年代里面 中国的二三流大学训练出来的博士 实在是都不怎么样 不怎么样 我这个 这个 我可以公开这么讲 这不怎么样 但是没关系 就是他今天还能够讲 那个没有常识的 说哈马斯 哈马斯就是个地方政府 就是加萨索隆地方政府 一个 就以巴勒斯坦的中央政府 要跟北京联络 大概顶多副部长吧 他一个地方政府 还能够联络到习近平办公室 我说这个人有病 而不是一个正常的人 这个思考也超出他的知识范围 就从他的研究报告 在美国被看成是一个谎言 没有一个学术机关 刊登他的作品 就知道这个人的水平 不过也许他老公是犹太人 他帮犹太人讲讲话 我们也没什么可以体谅的啦 这一场的战争 即使以色列面对 拉塔尔面对再大的压力 那为什么白宫发言人 要这么讲 他讲很简单嘛 第一个话 他告诉这个美国犹太人说 不是我们不帮哦 是以色列不需要我们帮 先讲清楚 所以他不会被他内部所怪 第二步跟国际上讲 你看以色列是我们没有插手 发生什么事跟我们无关 所以对国际上先做隔绝的说明 对国内先做我为什么没有帮忙 那说难听点 美国弄要航空母舰干嘛 打哈马斯需要航空母舰吗 或打伊朗需要航空母舰吗 不需要嘛 可是他至少要做个样子 给美国的犹太人看 选举到了 你任何一个美国总统 得罪犹太人要选得上蛮难的哦 所以现在拜登很多的这个 我算给你看嘛 命令都是在给选民态 我算给你看啊 国务卿布林肯犹太人 财政部长叶伦犹太人 这个教他们的运输部长 我练完了以后 你就知道这美国内阁 议长也是 议长也是 参与的多数党领袖 都是犹太人 所以有这么多的犹太人 在美国的政界 尤其是华尔街 随便用手一抓起来 老板们大概有一半是犹太人 所以你这个没有一个 美国人的一个政客 能够得罪得起嘛 所以要做个很大的阵仗 但美军不会干预 因为你根本不需要 以色列的军队不管怎么样子 压着哈马斯打都没有问题 再加上城镇作战 我认为这个率将军 讲的很有道理 以色列打城镇作战是老手啊 所以这个台北的邱国正 不是在组个专案小组 要研究未来可能发生的 城镇作战吗 我提醒邱国正 不要听美国人的话 以为城镇作战是多了不起 多有防御的能力 你看看马里乌波尔 刚开始不是欧洲没你吹牛吗 这个乌克兰的城镇作战 防御多严密啊 地道啊什么设备都好 就马里乌波尔打了多少 几天 就在线啊 然后再来那个巴赫木特 俄罗斯正规军还没有出动 还出动的是佣兵集团 你看也是解决啦 现在这个以色列的 面对的哈马斯要打城镇作战 他现在呼吁说 北部有110万人撤走 这是虚荒一招的动作 什么叫虚荒一招 规避国际法 他所谓的无差别攻击 意思就是说我给你时间 我警告让你离开 国际法是真的这样规定 有先告知就不算无差别攻击 就像以前那个 美国在东京大轰炸的时候 炸死20万人 然后他都有先丢传单 我今天要丢细利区 明天啊 反而我明天要丢这个大安区 他先告诉你啦 可是即使如此还是死20万人 逃不了啊 走不掉啊 很多原因啦 因为这个 有些人走不掉 有些人就在路过 都有可能 但这个就能够回避国际法 导致日本在轰炸 大轰炸重庆的时候 他没有先告知我要轰炸哪里 就真的触犯了国际法 那现在 其实以色列就是在国际法上 跟你走边缘 我先警告你咯 前面北部先给我撤咯 我现在只照北部不照南部 那国际法规定就是符合的 那对于这个 这个以色列的纳坦亚胡 他是在做一个很大的政治赌注 而且他认为他会赢 他就说我就是要铲除哈马斯 对 他如果真的付了很大的代价打哈马斯铲除 他的政权会稳固很久 这是一个在以色列内部的一个政治状况 跟美国选总统一样 他只要能够拿到政治权位 他没有什么不可以赌的 所以纳坦亚胡 在这场战争爆发之前 他民调多低啊 美国拜登整天要把他捏死啊 美国犹太人也不探诚他 你不要忘记美国犹太人认同纳坦亚胡 他觉得纳坦亚胡搞 他是个极右派的 他觉得说法官怎么判决对他不利 他说那我来撤换法官 他说你没有那个权利 那我修改法律我来撤换法官 所以搞到这个以色列内部 都在反弹士气啊 那美国呢 犹太人对他人不开心啊 可是抱歉都被他绑架了 现在战争一发生 犹太人不敢不挺他啦 那哈马斯也是这种情形 不要以为巴勒斯坦都挺哈马斯啊 没有那回事的啊 他不能没有挺哈马斯 那哈马斯用武力 用各种方法的手段 控制的加萨走廊 反而那个真正的中央 中央政府法塔 在约旦的西岸 根本就是管不上 完全管不上 然后巴勒斯坦的 不同意哈马斯 现在也被迫要跟哈马斯 站在一起啊 阿拉伯人 伊斯兰教的所有的国家 也要被迫跟他站在一起 所以这个叫做什么 一个僵局 一个show down 那两方面只用实力解决啊 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是国家认证AB 克菲尔益生菌 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 添加克菲尔乳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记转 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素晴 我只是为了 谢谢你 不? 很非常幼稚 太阳了 非常非常幼稚 我很好